选战倒数70几天 有诈骗集团假借二借 台中市的立委参选人黄新慧的名义 是连续两天打电话跟选民借钱 有一位周姓妇人不宜有她 汇了25万道指定账户 后来汇款以后对方又来讨钱 周姓妇人立刻打电话到服务处求证 才惊觉受骗立即报案 并且冻结诈骗账户保住了她的现金 周姓妇人拿出手机打开通话记录 再摊开汇款单 表示接到自称二姐台中市议员黄新慧的电话 选举需要25万元资金周转 没想要汇款后才惊觉上了贼船 声音很像 对方跟说她是工程款要的 后来我才知道说 回到我们那个黄议员 她是从来不包工程的 夫人说电话里自称二姐黄新慧的女子 声音沙哑表明这是她新办的手机号码 以后可以撕联 隔天自称二姐的女子又打来 表明因为参选立委需要25万元的周转金 第三天钱都会了 二姐又打来要钱 周小姐惊觉有意 立刻打电话到服务处确认 才发现碰上了诈骗集团 应该是还有很多人 她后来在八月的时候 这个人还打电话再过来 我只有被借钱 我没有跟人家借钱 因为我在穷 我爸在的时候 我也不会跟他借钱 所以基本上我要跟我的朋友讲 借钱这件事我觉得不会做 那也拜托你们 如果真的你认为是我 一定要打电话 确认一下 幸好周星夫人立刻报警 并冻结诈骗集团账户 顺利保住现金 黄兴慧也出面澄清 自己从政二十年选举 一定依法申请政治现金账户 绝对不会和朋友借钱 没想到这回参选立委 传了诈骗集团骗钱主角 呼吁选民提高警觉 记者从上王东山 台中 苍穆岛 怎么办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